重阳节将近 长者可以领取今年的重阳礼金 以往长者可能会到公所排队领取 或是由里长亲自送到府上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为了减少群聚 许多长者也都改为申请汇款的方式 今年瑞芳区重阳礼金采用汇款的比例高达93.4% 只有部分人采用领取现金 我们瑞芳区在9月24号 是我们重阳礼金汇款的那个日子 那我们全区的那个汇款率高达93.4% 那我们的现金的领取大概还剩6% 那我们公所在10月2号的部分 我们领取现金统一在我们公所一楼做领取 若是采用汇款的方式 已经已在9月24日汇赌账户 现金领取的民众 从10月2日起在公所一楼可以领取 今年共有502位长辈采用现金领取 目前现金领取发放比例大约三层 请长者们于12月12日前前往公所领取 超过时间需要前往新北市政府社会局领取 领取时间到12月30日子 我们这边还是鼓励那个长辈在12月12日前 如果说还没有领取我们重阳离金的长辈们 可以攜带身份证还有印章来我们公所 来领取重阳离金的那个现金 那如果超过12月12日之后 就要请长辈去新北市政府社会局领取 现场有民众就申请明年采用汇款的方式 这样以后就不需要再跑一趟公所领取 不但节省时间也不需要排队 还不会有群聚的风险 请长者们多采用汇款方式 让重阳离金领取起来更轻松 记者李嘉文 瑞芳 采访报道